去吧 院长 什么事 那个主任说 知道了 知道了 回头我来处理 门口看好了 不许任何人进来 知道了 院长 我去吧 吃好了吗 那你慢慢吃 对对对 等等 还有事呢 阿勇告诉我 你让那个苏珊姑娘 不吃不喝在你的办公室 整整待了一天 第二天早晨 上班人家才发现她 把人家送回家去 你看她 小兵胡说八道 没这事只是在造小火 苏珊怎么能不吃不喝 在那儿等我呢 您了解苏珊吗 她可跟小时候不一样 她不是走那种呆萌路线 她完全是飞的 她是 甭管怎么说吧 人家是个大姑娘 你就算是不喜欢苏珊 不能这么对待人家 你懂吗 反正这事是你做的不对 你不对 对 随法要求你 约上苏珊 去吃个饭也好 压压马路也好 当面给你的道个歉 我必须要跟他道歉 而且一定会道得非常诚感 但是可不给你们吃饭 随便你喝咖啡也行 能不能不喝咖啡啊 那就压马路 喝咖啡 进来 请 天愚 姐 我呢约了几个策划高手 准备开个研讨会 一块来听听 由您主持就行了 老宋的事情我还得处理 真希望能 赶紧想出一个好办法 来摆脱公司的危机啊 我那个策划案的文本 已经发给你邮箱了 你抽空看一眼 是吗 最近忙的 都没时间看邮箱 没关系 我已经给你打领好了 看吧 不错吗 我的弟弟 两年没见 没想到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么强 哪有 我这跟你们学的 对吧 你们教育有方啊 你看 能不能符合你们的要求 行 二叔看过了吗 是吧 这个方案你爸看过了没有 不用了 他说有什么事情 直接就跟你商量就行了 他主持 他是这么说的 他经常在我面前夸你 说你能力强经验多 让我跟你好好学习 天天相善 行了 真的 我可不敢当啊 我哪比得上你这个经济学博士 既然你在我眼里就是 未来的董事长 你具备这个能力 真心的 停 一张 しま 煞 房 你 答应 该不该问 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所以 可是我想来想去 我还是觉得应该问你 但又不知道 你应该怎么说 说 我爸是不是对 周董事长有什么成见 为什么呢 过来 小朋友 大人的事情 越少打听越好 懂吗 姐我哪儿想 我最讨厌说我想的行吗 我哪儿想 你说什么呢你 行了 不开玩笑 不想啊 行了 坐下坐下 说正事 好 在咱们关闭系统的这段时间里 最担心的就是客户的流失 我真的是你做了一遍 这个计划方案当中 我已经写得很详细了 我认为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具体的战略风筝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不用看了 我跟你说就行 你看看对不对 第一 我们在媒体广告 投放的这方面 绝对不能 经常反而要加大宣传 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可以 举办一个大型的 角色表演竞技秀 选出九州遥流的 形象单元 比如说 这样 开玩笑 这个资金我已经想好了 九州遥流不是有一个周年的庆祝活动吗 三百万的奖金 全放在这个比赛上足够 预算已经写好 不在里面还相信了 质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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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吸引很多用户了 那第三呢 招聘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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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员工这个行为 可以吸引很多大众的营救 成分低 但是效果非常好 再说 一个企业 源源不断地有新员工 加入的话 这说明我们有魅力 我们有发展 对吧 当然很简单 就设置一个比较低的 像所谓起点低啊 但是能够有非常多的年轻人 愿意来应聘的这么一个职位 足够 比如说 测试完整 这个测换非常好 真的 我马上把它拿给董事长看 谢谢 妈 您不舒服啊 没什么大事 就是头有点孕育 我早就说过了 您太累了 嗯 调理几天就会好的 都怪我没管理好公司 让您跟着着急上活的 孩子 这怎么能怪你呢 我这是老毛病了 医生说过了 两三天我就可以出院了 不行 这次我们要去治愈了 孩子多住几天 丽莎 你今天来得这么急 是不是又出什么事了 没有啊 妈 我是听说您不舒服啊 才过来的 我的心哪 总是坦坦特特的 老觉着又要出什么问题了 好了 妈 您就别多想了 其实我今天来啊 是想把天佑的 苍花样给您看 是吗 我看看 我觉得她的想法非常好 我看看 我看看 这是什么 这怎么在这儿呢 这是一个 小报上的新闻 说是配合着一个 博客发出来的 香丹给我打印出来了 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好 给我看看 妈 其实我知道 现在任何的负面消息 都会对公司不利 尤其是这种网络上的消息 因为我们的用户群 大多关注的是网络媒介 不过您放心 我觉得天佑的策划案 一定会扭转这种不利的局势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让他们企划部 尽快召集媒体 发布我们要实施 新举措的消息 好 我第一次召集大家 派这么一会 我挺激动的 可能因为没有时间换衣服 所以穿的特别卡通 但是 我要开的这个会 所说的事情 非常地肇事和严肃 大家都知道 我们RVU这个游戏啊 现在这个系统 在完善升级一段追 所以我们准备 开展一项新的活动 来填补这段时间的空缺 你们眼前的这个文件夹里 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策划案 我们的工作一共有三项 第一项 宣传模式 从以前是一样的 还是要占据各大媒体方站 这个力度只能更大 不能削弱 就此我就不多讲了 第二 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就是我们要以 遨游游戏当中的人物模本 做一场大型的 Cosplay 修 真人修 最终得奖者 奖奖了三百万年 第一项经纪 不是只有专业的模特 才能来参加这个秀 比如说高矮胖瘦的 难看的 个性个色的 没问题 如果他是最专业的 可以来吗 可以了 只要他喜欢这个东西 只要他愿意来参加 愿意收一下自己 都可以来 没有任何的要求 您要觉得可行 我们就马上实施 嗯 孩子 对天宇 你还是要留个心眼 有您掌舵 船翻不了 况且天宇 她的确有能力 丽丝 你的心太善良了 天宇也很善良 而且又会股权大局 丽丝 其实 我不想做这个红州集团的董事长 可是为了你的父亲 我是一定要做的 我明白吗 第三点 第三是公司新设职位 游戏师 没错就是他说的 叫测试玩家 一会儿我再来讲一下给你第三点 先说我们的角色秀 是和其他公司做的角色秀 都是不一样的 凡是喜欢游戏的人 都可以来参加 我们这叫海选 从中找出那些 我们认为非常好的 苗子来进行培养 辅导 一层一层一层的进行 公平公正的筛选之后 拿到冠决 这个过程 他所用的一切服装 一切道具 全是我们来承担的这个份 而最终 得向着将获得我们公司的 酬劳 抽筋 津贴 待遇 最终变成我们这款游戏的形象代言 永久的 接下来 我将给大家讲的是第三项 测试玩家 测试玩家这个项目暂时 室友 认识书还有技术 两个部门现在在上头当中 具体怎么来操作 我们要根据他们给的方案 然后再进行 我们的终点在这个秀上 开店 测试玩家 我们家总像四季的 车特别好 记者姐姐 你是那间那个 总是还有包 小包 阿姨好 你好 你好 你们在这儿出胎呢 对 这是我妈自己包的包子 可好吃了 这尝尝 一定要尝尝的 不用不用 你们留意自己卖吧 对啊 你别客气了 今天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尝尝 那先吃吧 行 这样 包子呢 我收下 这个钱 你也一定要收在 哎呀 这怎么行 怎么不行啊 你们做小本生 也挺不容易的 就这一份早点 你就收下吧 再说了 那天你们帮我弄大忙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 小冯 再给姐姐一个豆浆 先给你喝豆浆 那好 到底不给你客气了 姐姐啊 你跟我身影现在怎么样了 还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不能回家呢 哎呀 这件事情 你全怪我 我整天 从早到晚的忙商业 没有管价好人 让孩子 染上网瘾 哥那不是网瘾 他也是为了赚钱养家 才去打游戏 那就是网瘾呢 真不是 他就是想多赚点钱 养家里过得好点 阿姨 走吧 你们又别张紧 你会有的事情 我会帮你继续用 谢谢你们姐姐 别客气了 谢谢你们的早餐 走了阿姨 真是好的 再见 拜拜 嗯 谢谢 来一个小小的插曲啊 这是什么 他有眼睛 同样也可以作为一款道具 我把这块眼镜 戴在这位帅哥的脸上 来 戴上 我们想想一想 他可以是谁 想想不到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 要想想 要想想啊 要改啊 想不想詹姆斯邦 我们把它想想成詹姆斯邦 现在你就从那个地方 走到我这个地方 走一个詹姆斯邦的步伐 来吧 你是掩着腿了吗 你是掩着腿了吗 看到了吗 大家 看到了吗 这就是典型的什么也不是 因为他没有受过训练 好辅导 就会走成这个样子 他不是专业的 詹姆斯邦有一个特点 所有人都知道 詹姆斯邦可以走着走着路黑 龙叔詹姆斯邦系列都是这样的 好 现在加上这个特点 然后呢 请 好的 哥 虽然也不是非常地好看 但是最起码 进入我点播了以后 还可以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 接下来要告诉你们的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辅导和培养这些种的选手 让他们变成最终的冠军 那这样我们这次的活动 人气会不会爆棚呢 那还用说 这效果肯定不错 要不然我们就不错 要做我们就要做最好的 那接下来 大家的任务就来了 我只给你们三天的时间 你们要把我刚刚说的这两项任务 落实在实行当中 时间这么紧 你是有什么问题 我们下情通知 没有 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直接来跟我说 没关系的 我们像朋友一样 像朋友一样 千万不要怕我 好吗 那就是没有问题了 好 你们这个文件夹的最后一页 我根据你们每个人的能力 写出来了你们的任务 自己看一下 我就不废话了 那就这样 散会了 加油 加油 喂 小艾 姐 我姐夫呢 你姐夫手机没带出去 手机还能拉在家里啊 总跟我说 大姐夫人蓝筑的 行了 我去队里找她吧 拜 你 跟着我干嘛 还留那么几个往后退一步 往后退 为什么要跟着 我就是想慢慢焦组 怎么不给我安排工作 你最擅长的就是在我 把背后放放进来 我怎么敢给你安排工作啊 我害怕啊 算了 看来你这戏感的小东西 没几个看不清 不是看着苏三可怜 我想帮帮她吗 那你在背后捅我刀子 你是没看见她当时可怜的那样 真的 我我我瞬间觉得 你特别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我就把这事告诉你爸 黑了你一下 黑你的种子 是吧 你 你是不是喜欢苏三呢 喜欢吗 你喜欢苏三呢 我喜欢 我 没关系你要喜欢她的话 给我承认你 我怎么能承认 这不是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整场人类的同情心好吧 那也没那么少我还不惯 但是你 影子权之变 对我这个高情商高学历高智商 潇洒帅暖蒙的极品美男 跟在你的身后点缀你的人生 也不给我安排点正常的工作啊 你对得起造物主的这个杰作吗 你要真的是造物主的杰作 我爸就不会天天惦记 是要开除你懂吗 这不是因为我 你现在又回到那个 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你生活的那个状态 你怎么不想说这字是不是帅啊 去了 谁让你做人 张本师呢 你爸要开除还不是因为你我被你测谈了 跟我能力有关系吗 再说 我还不想跟他工作呢 但是 我相信 是我太傻太天真 是我傻我天真 我把你想成二百五 但实际上你不是 你就是个五百 懂吗 你例子说我是任静儿呗 任静儿你还真不是 你这讲妖精就是 别挑逗啊 唐爷 我还真没看错 这千里马常有 这伯乐也常有啊 真是气色了 你觉得我倒更多了 哇塞 一大早就业务分了 简直就是警戒的楷模呀 嘴上抹的蜂蜜了 一大早就吹捧我 说 真是 韩晓冬的事要起来怎么样了 你还挺关心这事 那是 我已经答应了人家要帮忙 而且我这叫做为民请命 李 雨霞 韩晓冬再有两天就可以回家了 确定了吗 确定 那我现在就去告诉他吧 你不在做会儿呢 顺便监督一下我的工作 监督完了呀 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自觉性 行 我一定努力 看好你哦 杨队 走了 这丫头 哎呀 孙涛 嗯 沈安呢 他还没到呢 这怎么搞的啊 打电话通知他 红州集团的董事长下午要做个专访 让他好好准备一下 红州集团 对啊 张安姐一个人去吗 嗯 唐总 我通通也给人去啊 也好也好 那你收拾一下 准备和他一起去 好嘞 我这就通知安姐 好 喂 安姐 下午有个红州集团的专访 唐总让你准备一下 专访啊 好啊 我就有一大堆问题要问他们 这样 现在时间我点来不及了 你直接拿一相机和录音笔 我们在红州集团门口见你 行 那你等我 邱总监 小梅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哦 谢谢 一般这咖啡都是我自己冲 以后就我给您出门 好 谢谢 这份文件帮我复印一下 一会儿我拿给董事长看 没问题 好 谢谢 哦 对了 以后还是叫我Richard 好 在这儿 那我们先出去吧 好的 好 安姐 这回您可要做好一级战斗准备 干嘛呀 不就送一个采访吗 你问这么紧张干嘛 他有红州主动点别人来采访的 哦 那看来 红州对我上一次买一三一的回馈大礼包 是相当买的 我就说嘛 他花了这么多钱 在我们报社做了一年的广告 可得好好地款待别人 是不是 再加上我们的微博 这一下子客户的买一堆就上来了 都说了 我们是新闻战士 所以我们不需要准备 走 哎 请不去 韩曼说你会有人来接我们 我们现在待遇度这么高了 变成VIP中P了 还有人来接我呢 那估计这次红州 真的是遇到大事了 等着吧 是三海日报的记者朋友吧 哦 您好 您是哪位 我是董事长的秘书香丹 香丹秘书您好 你好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吧 请这顿上车 不好意思 香丹秘书 董事长不是在大楼里吗 您现在要去哪里啊 是这样 我们周董事长最近身体不太好 在医院里静养 集团让我带你们去医院见他 周董事长他失际了 那这条消息应该还没有对外公布吧 是的 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在医院调养调养 哎 怎么回事 车子发动不着了 那赶紧再调一辆 其他的车子都被其他部中应用 你怎么回事 怎么了 段姐 臭 忙 我那车就停在前面 我知道你病了 我一会儿开着车带你去医院 我给你检查一下你到底什么病 顺便给你查一下 你是不是有被害犯疆症 然后姐姐你不是不会笑吗 我知道你这个年龄也笑不出来了 剩女了是不是 这一笑全是车做个拉皮儿 哎呀 车坏了 送记者去医院采访咱们董事长 我刚好也要去医院看图上 我来看咱俩学 这合适吗 车不坏了 帮忙啊 哎 哎 哎 看什么看啊 我脸上有东西吗 我不是说让你去照照镜子 如果你经常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话 就不会怀疑所有人都对我有所欺度 谢谢你的建议 好 开好你的车吧 你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协助的 您就尽管说 好 那这件事呢 就麻烦您了 不客气不客气 那我就不送了 行 那我走了 再见 好 再见 慢走啊 帮忙一下 定身先生去 好 经常来干嘛 类型公事 类型公事 好 红州人公主 会宣传你这样的情况 看来您很关注红州啊 对吧 没错 因为我新来的 所以我的胸囊还没有做好 这样解释合理吧 我们安姐可是刑警学员毕业的 她的眼力一流 是我们《三海日报》的招牌 我就说你们《三海日报》的人 不过文章写得好 而且各个都是警销毕业的 对不对 我们安姐可是高级记者 好 我姓什么呢 和你有关系吗 他教育 他教育 你好 我是来接给周董事长 做专访的沈记者 你好 我是《三海日报》的沈安 这位是我的助手 他说他只接受沈安沈记者专访 他最近心情不好 所以 沈安 站住他 你先在这里等我 把相机给我 好吧 我带他去 接我哪边走 就别带你去 还不收音 很快 你自己的 我发现了 我的姓肉 这个问题 ミック人 我身体反而回 这好像我们还没有自我介绍的 就像我们一样 孙天宇 没好好地 你就是乔天宇 嗯哼 嗯哼 啊你知道我 OK 那我怎么承误你的案件 楼下的保安已经收了 我会叫选安 好吧 你好像不是很愿意来做这个专访的事 我为什么愿意 我只是觉得你们的安排有点奇怪 奇怪 是 好吧是这样的 我们董事长都不轻易接受任何的媒体专访 也好采访也好 这次能接受你的我认为 好不容易啊 其他媒体会养活的 真的 我不关心这些 我在业的事 我想知道的 他会不会告诉你 好吧 这样他就会告诉你 Fore me 好 好 好 天宇 姐 乔总 你们这是 介绍一下 三海日报的记者安姐 沈安 你好我是三海日报的记者沈安 负责今天的采访 早就听说红州集团有一位鼎鼎有名的美女CEO 今天真是幸会 你过奖了沈基哲 请进吧 谢谢 帅气 妈 妈 天宇跟沈基哲过来看您了 董事长 好 周董好 妈 妈 他们来看您了 你是谁 妈 你别闹了啊 我能是谁啊 还有别人在呢 妈 妈 董事长 妈你不能斥指你怎么了 你告诉我你怎么了 周姨 妈 快叫医生 医生 这什么呀 你不能吃吗 快点 妈 你怎么了 快 看看我妈怎么了 医生看看 来来来 来先扶到船上去吧 妈 妈 妈您怎么了 您看看我呀 我是丽萨妈 姐 陈姐他们在外面等了你吗 我知道了 老年痴呆 这怎么可能啊 董事长的精明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他怎么可能老年痴呆 行了 别再为您那无能找借口了 爸 怎么说糊涂就糊涂了呢 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突然间就犯病了 就算是老年痴呆的话 也得有一个循序奸进的过程了 但是没有 所以我认为这是医院的问题 你们严重啊 严重啊 乔董 老年痴呆 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 第一类呢 是因为二次海默病 所引起的老年痴呆 第二类呢 是因为经常性脑缺血 所引起的实质性的脑梗死 而造成的老年痴呆 至于周董的病因 我现在不能给你个准确的答复 但是 据我对周董的了解 他是个要工作不要命的人 都这个年纪了 还超复合的工作 哪怕是机械 也有灵性性怀的时候 他怎么办 我算是吗 您少女人 您 здоров 我本人不留见了 不过 是 有眼睛 能看得到 我发生这样的事大家都很难过 特别是沙姐 爸 别难了 丽莎是我的亲侄女 卓妍丽是我的亲嫂子 我能不难过吗 丽莎 不哭 不哭 有数的 不哭 来的 这样吧 不惜借代价 请世线名义来会诊 什么呀 这怎么采访啊 行 那我回去再说吧 姐夫 怎么样 怎么回事 你说个多少遍了 公共场合啊 别乱叫 吉祥队 那有什么发现吗 没了 我跟我出来吧 人家坚持认为 是因为精神问题导致的病 根本就不想让我们介入 我要是告诉人家 是我小姨的报团 不是连我哪儿可 但我真的觉得这事很蹊跷 要不然我不能给你打电话啊 我跟你说 红州集团的事 你不要再参与了 你看看 你是不是也觉得主姐有问题 她有没有问题 都跟你没关系 怎么就没有关系呢 我是记者 调查真相是我的工作 调查真相是我们的工作好不好 抓换人才是你的工作 算了 我跟你说 你不是记者 听不懂 行 行 行 你厉害啊 我说不过你 行了吧 还有啊 这事千万别跟妈跟金说 省得他们有啰里巴 所有的没完没了 所以啊 你就不要再参与这个事了嘛 行 那我现在有一个情况 你想不想知道啊 说 太有纵长了 行 息耳恭听 来 来 战场了呀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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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 先生 探偿 马路 童子 好 爸 您找我 是 我想啊 让你周一出院吧 他这种状况 最好换一个环境 可是莎姐怎么照顾得过来啊 让他们两个 都搬到咱家来吧 我觉得这个提议太好了 但是莎姐是不会同意的 一定让她同意 让他们都来 行 帮我尽量吧 爸 别嫌我太矫情了 有些事我确实想不明白 您看啊 宋总监死了 这我已经出事了 时间里的痕迹 又刚好在这个节骨眼上 这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我的意思说 会不会 是有什么阴谋 什么阴谋啊 我不知道啊 我就是觉得 陈金不是说了吗 那叫过老病 要说是阴谋 那所有企业家的那些高官们 都有可能面临着过老死的危险 是 那是不是他们都 处在一种很大的阴谋之中 是 那这些我都想过 但是你最起码 你得有个前兆吧 傻姐说了 那周易在之前 什么事都没有 年年体检身体健康 怎么就突然间啊 最多是有个小头疼了 那也不至于老年痴呆吧 那为什么呢 这事儿 要问只有我 问一周易去 问周易 好啊 这是什么吧 出去 好吧 爸 别太难过 爸 为什么现在人得到的越多 就离自己想要的生活 越来越远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烦恼 所有人都认为 我有一个有钱的老爸 我会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错了 或者 我是保证的话 都已经很少了 你觉得他就多了 他也没了 他也没了 但是他也不再给他的 那医生 我想想找到 我都已经在过多日子 没有了 吃老爸 就是我觉得 我没有条件去追求反面 像你刚才说的老大 说我们得到的越多 比自己想要的生活就越远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其实是 我们想的东西变了 所以离目标也就越远了 您觉得 没想到 这正是我所想的 懂吗 人啊 就要有型外乱 像我一样 别学哪低堂哥 那是什么呀 看你跟机器人似的 给他输入个程序 然后就直接执行了 是 你说那样能有女朋友吗 你怎么不交个女朋友呢 我给你介绍一个 给别闹开玩笑容大 那你给我介绍一个 你觉得我需要教个女朋友吗 粗子吗 别别别别 别别别 行行行 行行行 这人生怎么这么无常啊 好端端一个女强人 瞬间变成了带杀老人 安姐 我这弱小的心灵 就快承受不了 这种生活的震痛了 先是游戏制作人的意外身亡 再是董事长的离奇生命 这红州集团到底隐藏了多少 周董事长接受专访 也不知道想说些什么重要的信息 这下也不知道怎么跟唐总交代了 就是为了知道真相 所以我们必须要建一间红州集团 难怪安姐你答应跟那个富二代见面 不是他约的我们吗 到现在还没来 对 对 对